大家好 升旗得渡 今天是2022年6月10日 今天是星期五 我們這一節要跟大家一起研究 移民英國 繼續跟大家 研究移民成功的例子 這次要說的成功 不是說成功 打進去英國政府的核心 是現在說的 是成功移民 對於怎樣為之成功移民 很多人似乎都有很多 不同的定義 我們就用最寬鬆的定義 最寬鬆的定義 就是你能夠 真的在這個地方安穩地生活 其實這樣就已經是一個成功的移民 當然如果你來到這個地方 你能夠大展拳腳 甚至乎 你發展的方向 比起你留在 在原本的地方 是更加好 當然這個就是一個超級成功的例子 所以到最終 你很難把兩個地方比較 因為 你來到英國 你可能不再住在大城市 又或者 你就是住在城市的外面 可能另一方面 就是沒有了 原本你在香港的工作 但是 你的人生可以重新 restart一次 可能 就是來做一些自己沒有想過可以成功做到的行業 我們這一節 正正就是要說了 就是教師移民了英國之後 就沒有做教師 改為地盤 我們繼續講下去之前 請大家繼續支持六部曲 記得節目按LIKE 用社交媒體share我們的節目 繼續建設性留言 痛擊五毛 痛擊男士 繼續開Google戶口 訂閱我們的頻道 星期二得道 星期二入報 還有我們後備頻道星期二新聞集團 我們誠意邀請大家繼續支持一下我們 我們是 支持光復香港的媒體 我們 開宗明義 就是講到這一件事 我們 就是 用最多的時間 跟大家送上最新最快的消息 還有最深入的分析 所以希望大家多多支持 可以經濟能力許可的朋友 請你訂閱我們的Patreon 所有的聽眾 訂了Patreon的朋友 也誠意邀請你 運用免費模式支持本台 免費模式很簡單 打開我們的節目清單 我們已經預先篩選了 將 沒有黃標的節目放進去 只要大家打開 欣賞播放 手動點擊 無限大法 我們希望 越多聽眾做越好 希望大家多多支持 這個叫做持去教職 移民英國就是做地盤 還搖身一變 有機會成為英國隊長 本來也不說英國隊長 但是就是正正這個 男士叫做阿聰 他在香港就是做教師 來到英國 改為體力勞動 做地盤 這個叫做阿聰 在香港的男教師 帶著太太 帶著兩個女兒 一家四口 從香港 前往英國 申請 BNO Visa 因為 專業資格的問題 他來到英國 沒辦法再次擔任教師的工作 他來的時候就已經知道了 預備要轉行 來到之後 就是去到地盤工作 然後就發現 就是亞洲人 跟外國人 尤其是 黑人的同事 體力 相差甚遠 他說 黑人同事好像美國隊長一樣 個個六塊腹肌 他也說人家搬10道門的時候 他只能搬到1-3道門 這裏我們真的要補充資料 事實上 我們找搬運工人 我們這裏 都是有 很多經驗 我們知道 很多黑人 的公司 裏面的搬運人員 當然也是黑人 的確 搬運工人非常快 非常爽手 所以這個絕對不是 香港人的問題 實際上 你跟這裏本地的白人競爭 他很多 黑人的公司 收費又便宜 體力又大 工作又快手 實際上 你如果要鬥勞動力 我們可以很負責任地告訴大家 如果你純粹 來做地盤 你只是鬥勞動力 你一定贏不了 黑人的 香港人真真正正 要做的 不是純粹做體力的工作 雖然地盤 一定牽涉 需要體力勞動 但是實際上 地盤又或者裝修工程 有很多東西 本地人的技術 不是真的那麼好 而香港 很多裝修師傅 其實他們懂得的東西 只要在英國發揮出來 其實 是可以做得比本地人的師傅更加掙扎 換句話說 香港人應該發揮 他們應有的技術 最困難的部分就是銜接 因為絕大多數在香港做裝修的人 本身英文一定不會好 來到這裡 要做本地人生意的時候 就會有困難 因為溝通有困難 這是第一 第二個困難 就是在於買材料的方面 很多時候在香港 你下去 五金店 基本上你所有要的材料都有齊 但是在英國 找材料是一件很麻煩很複雜的事 這裡不同的材料 木材 金屬 全部 都是要分開 去不同的店鋪訂購 其實 香港人亦都 正常來說 你不會熟悉材料的英文名字 我隨隨片片都可以考到你們的 這個 就是士巴拿 羅斯批 羅斯釘 羅斯帽 電磚 戒機 甚至乎拖板 剛才我數了那麼多東西 你全部給我找出英文名字 先說出來 不然的話 就不要打算過來做裝修了 真的不是跟他講笑 上述那些東西的英文名字 我其實也真的要特意去查 翻查了一段時間 才知道英文名字是甚麼 你連那東西的英文名字是甚麼 你也不知道 你怎麼可能找到那些工具呢 所以這節也是一個Tutorial來的 就是告訴大家 因為我們知道 早前有很多人跟我們報名的曾經 覺得來做裝修 是沒有問題 但是真的要告訴大家 一 你在做裝修 你一定要技術好 你會發生的事 就是你要負責任地 去做事 我們這裡其實也有些香港師傅 也會聘請人的 但是 香港人如果你本身真的不是做裝修 你不懂那樣東西 你又不告訴別人你不懂 那麼你就會令到這裡 願意請香港人的人 就是 相當之難做 他請你 又要付錢 實際上 你要做的那部分 工作又做不好 那麼人家就需要執首尾了 那 怎麼算下去呢 難得接張單回來已經很難做了 可能是 大家香港人 有哪一個 在這裡已經是很有 經驗的 絕大多數可能早你 一年半載來 早你一年半載來 可以在英國 值根有多深呢 你不可以說人家早你一年過來 你這些東西你知道的啦 你去查了嘛 回到 你剛剛來 如果你要求職 其實更加多的責任 就落在求職者身上 如果你來到 不是幫忙到其他人 去調查 做多些research 那 怎麼能夠幫忙到人家 減低工作呢 所以真的是有意移民的人 有意過來從事工作的人 真是 很認真跟你說 最低限度 你想做某個工作 例如你想做裝修 你想做地盤 最低限度你要知道 你的工具的英文名字 是什麼 不要來到想著有很多香港人 我到時就問他 本身在這裏的香港人已經沒有空了 可能有事做的那個 很多可能都沒有 有事做的那個你還依賴他 你不是去幫忙他的時候 怎麼運作呢 為什麼我會這樣說 當然是因為我們有人做裝修啦 如果不是 也不用說這個話 要過來做 除了有個心 預備要再開始之外 真的心態是很重要 如果你真的打算 依賴那些 只是給你早半年或者早一年來的香港人的話 這樣 只會大家 攬炒而已 這個就是 阿聰最後就說 就是 就是 自己 從最初跟同事說話 英文就不太流利 雖然他已經是教書先生來的 學歷 比絕大多數的普通香港人已經高了很多 但是 他英文也不流利 最初跟鄰居 聊天 就只能夠陪笑我 事實上也不只是他 我們很多人 都是相同的情況 再加上你不同地區的英國 的 鬼佬有不同的口音 所以 你說話他聽得懂 他說話你未必聽得懂 所以大家如果不是真的 浸淫了一段時間 你其實 只是溝通 也會很有困難 我們 總不能 雖然說我們發展自己的力量 總不能 一心過來做回香港人生意 這件事一定不行的 正確一點的做法就是香港人在做生意 可能很大部分做回自己人的生意 但是也會做 本地人的生意 然後 慢慢 越做越多本地的生意 這樣才是 正確融入的 程序 其實我們應該要做的 就是做中間的部分 如何將兩件事慢慢磨在一起 另外再補充多一點資料 關於英國 早前有很多報導說 嚴重缺乏貨車司機 有很多香港人就很開心 看到相關的報導就覺得 我過來就可以開貨車 這樣就可以賺三萬元四萬元一個月 這件事 我真的很想告訴大家 這件事絕對不是你想的那麼簡單 首先第一 以我們所知 就是你的車牌 就算你有重型車 的車牌 你來到英國 他也不會轉回重型車車牌給你的 換句話說 你需要 就是要在英國考車牌 我亦可以 很負責任地告訴大家 這裏考車牌 絕對不容易 其中一個不容易的地方 絕對跟英文有關 只說考車牌 我想也應該要講了 我們應該 遲些另開一節再講 不過這裏真的要告訴大家 如果你 真的打算 過來一心只是打算做重型貨車司機的話 我真的勸你 你的預算 預算 如果你打算來到幾個月就搞得好 我勸你真的要很小心 重新計算過你的預算 你可以 不做事可以捱多久 如果不是 就好像早前有一個節目 新加坡的電視台拍攝 叫做 One Way 說一對 香港人夫妻來到英國 那個男士 想法太天真 那麽 覺得自己過來駕開車 駕開玩吃車 很快就可以做司機 賺三萬塊四萬元一個月 結果 他真的把電話說不定 正常的,駕開車的人有多少個 英文是呆呆聲的 這件事是不會的 你要在這裏考牌 真的很認真說 他對你 絕對不會寬鬆的 這一節也不是想打擊大家的士氣 但是真的要告訴大家 太多網上的資訊 沒有人去詳細去 看回到底件事是不是這樣 與其我告訴你很輕鬆 我不如真的告訴你 你不如預料很困難 跟真的打機一樣 我告訴你 第一至第三把很容易打 到時 就是毫無準備 我寧願告訴你 很難打的 你做多些準備好過了 這一節暫時跟大家說到這裡